那网路上有很多这样子的工具 那最简单的 其实我们开客户浏览器 你开了客户浏览器之后 我们只要去到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Webcam Toy Webcam Toy就是网路摄影机的玩具 那第一个网站 第一个网站Webcam Toy 就是那个摄影机的网站 那所以你进来之后呢 在Ready这边就把它按下去 然后你第一次启动 他会问你要不要允许你的 那个摄影机网页使用摄影机 然后当然要同意 然后你就会出现 就会出现你的网路摄影机 那如果你是有两个摄影机的人 就是你是笔电 所以笔电本身有自带一个网路摄影机 再加上你刚刚插上去那个摄影机 你就可以在这里 这个齿轮的地方去做切换 这边就会出现 你有两个就会出现两个 三个就会出现三个 所以你就去点选你的摄影机 就可以做切换 所以即使你没有安装任何软体 你只要进这个网站 就可以使用你的网路摄影机 第一次用的时候 它会浏览器会问你 要不要允许网路摄影机使用 所以你要给它允许 那在我当次是 比如说你去到一个新的环机 那个电网是没有时间当中 那你就可以暂时这样子去使用 刚刚拿到那个网路摄影机品质是比较差的 解析度比较差 所以镜头看起来会比较丑 那你现在就发现你有两个镜头的 你在那边是可以直接做切换的 直接做切换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上meet课的时候 远距在上课的时候 你的meet抓到的是你的 视讯的主镜头 那你在做那个作业展示 或者胶材展示的时候 你如果要使用网路摄影机 你就不用去关meet的镜头 然后你就直接这个打开 然后就可以切换到第二个镜头 你就两个镜头可以同时使用 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 不了解 好那我们来上一项meet 没有我先把这个怎么使用讲一下 所以目前你刚刚用webcam toy进来 这个是没有安装任何软体的情况下 直接使用网路摄影机 这样各位了解 所以你如果去到一个新的教室 那电脑不是你的 你没有事先装那个视线 那你要使用网路摄影机 最快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最快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OK这有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 每年的功能你要去装那个APP 也让你们在乎的事情 那个要等一下用手机的才会 好 再来我们来试刚刚装的那个软体 好所以 我把画面切换一下